Hello Hello 喂 趙博士 是 我們節目開始了 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Renee趙裔 我們今天有幸邀請到 我們嘉賓主持 然是趙博士 今天趙博士會和大家 講一講相關於早餐 方面的問題 我猜除了懶人之外 對早餐這件事 大家應該是很講究的 當然有些睡到是要睡到 中午後才起床 有些又不用吃早餐 但是今天 我們趙博士和我們 所探討的這件事 除了有這個 上一次我們還沒講完的 採取自我的一種 提升價值 增進關係 這種心理方式之外 接下來還會和我們 講一講 怎樣的一種早餐 才是對我們的身體 有益的呢 趙博士明天會 會將這個討論 在和香港有關方面 進行一個探討 是不是?趙博士 沒錯 明天分分鐘 兩小時以上 是關於這個早餐 對還是不對的事 是不是? 因為已經是 很多人都講了很多年 關於應該要吃早餐 吃早餐很重要 你可能聽過這些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早餐 怎樣吃那些早餐 你是什麼人吃什麼早餐 全部都很重要 數學呢 其實數學就很肯定的了 數學1加1真的等於2 但是去到科學呢 就沒有那麼準確的了 有少少不同的 還有有時候都不對的 你有沒有聽過呢 吃雞蛋黃是對你身體不好 接著現在呢 雞蛋黃是對你身體 其實是相當好 那所以已經有一個問題了 甚至有些人還拿著杯紅酒 說紅酒對身體好 但你明知道是喝酒是不好 那究竟好還是不好呢 究竟吃早餐 如果你是晚起床的 那些還叫不叫做早餐 還是叫做下午呢 這個很值得去進入了 就是因為如果你第一餐 抹大眼睛 你的眼睛起床 譬如當你兩點才起床 不用做 或者是要做的 不過是兩點後做的那些工作 那就是你的早餐 其實是 是不是 那個就是你第一 抹大眼睛去吃的東西 那些其實叫做早餐 沒錯 總之二十四小時之內的第一餐 是的 沒錯 你問你幾點 是的 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大家一定要七點起床吃的東西 甚至七點起床吃的東西 通常都不太好 在歷史裏面 嘩 相當 即是碳水化物豐富 又甜 然後不用多久 油炸鬼 對 這個是如果你是香港人 廣東人才有的 如果你是西方的 那些碳水化物 可能是pancake 然後拌炸汁在上面 然後呢 想吃豬扒很難 早餐 早餐 早餐一定有雞蛋 還有一定是 那些豬肉一定是bacon 多於豬扒的 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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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哈哈哈 即是他們的煙肉 他們是有這隻 這隻 雅酸鹽 其實對身體不好 所以 要避免 這些 成份 英文叫nitrate Nitrite, Nitrite, 你就要怎样做呢? 就真的要想想, 早餐其实如果可以 Bacon, 用猪扒来代表Bacon, 当然好很多 这个已经当堂不同了, 质素不同了 Quality很重要 但我们未进入, 即刻进入早餐Quality 首先说一下, 你知不知道呢? 因为有其中一个Data Set, 穷人 通常他们吃的东西, 和身体就比有钱人差 整体来说有这样一个Data Set 通常穷就会搞到 有些东西你明知要做都不做 譬如一年洗一次牙, 未必会做的 另外, 也有个大数据出来了 就说, 有十个人里面 有两个半的, 经常都觉得 想吃的东西吃不到 然后十个里面有一个, 经常都不够吃 然后整体是社会, 有六个多个人 就是会说他们吃到他们所要足够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我们今天说早餐呢 就是另外的知识深很多的 但是现成已经有很多人就说 他们呢, 其实如果他们知识多些 和他们选择的东西好些的呢 会不会可以避免到糖尿病呢 抑郁症, 心脏病, 甚至重量的问题 如果你看这些data set, 大数据 你会看到有六样东西影响身体 一个就是吃什么 第二就是那些知识 怎样吃 第三就是跟谁一起吃 social那样东西 第四就是经济能力 能不能吃到 第五就是环境 即是你在吃那个环境 究竟是猫在那里吃 还是坐在那里吃 吃什么东西有没有人吵着你 有很多油烟的环境 还是很特别很正的环境 然后第六就是 你的身体有多健康 去吃你想吃的东西 或者接触那样东西 如果再搞坏了整件事 你吃的环境不安全 你需不需要坐车去那个地方 你的环境是怎样 然后你吃东西 会不会无端白事 有人在你旁边打架 有没有人指你出来 令你很不舒服 如果说学历 就是除了你读了多少书 你的环境 你的收入 要不要担心那些东西呢 然后在吃早餐也要担心 吃饭也要担心呢 另外就是 你会不会是你的早餐 就是在超市那盒 叫做cereal 凉的 倒少了牛奶 那个就是早餐 还是其实有其他东西呢 那个早餐要不要很快 去做的早餐呢 为什么 经常都蛋和煙肉呢 因为煙肉和蛋很快煮得到 如果你要快煮的又不同 另外就是 那个环境 有没有空气有没有污染啊 那些水质又是怎样 喝水游泳 另外喝抗泉水 都已经有个分别了 还有 就是你的能力去叫你想吃的东西 或者你所吃的东西呢 你叫外面未必有人认你 你在美国来说 你想吃碗热粥的时候 有没有人认你呢 因为热粥呢 可能在你住在 那些少些华人的地方 已经没有碗热粥吃了 而热粥呢 在中医里面呢 热粥是对身体很很有用的 那如果你说我不理那些 因为我我只是想 看看舒不舒服 如果是华人 你一天吃碗粥呢 鸡粥这样来说呢 做早餐就差很远了 油炸鬼就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所有说的东西 就要说一下 其实现在现代2024年 我们已经是发明了 还有明白了身体的 那只荷尔蒙呢 是如果你吃错东西的 会令你肚饿一点的 那只荷尔蒙叫做Garrelin 它是会令到 串是G-H-R-E-L-I-N Garrelin是一个荷尔蒙 如果你给一些很油分的东西吃呢 它就会肚饿一点的 如果你给一些多些蛋白质 它吃呢 就是protein 它就会没有出那么多的 即是没有那么肚饿的 吃完了之后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吃完晚早餐 然后不吃下午什么 那下午的行业 不会很大影响 所以早餐和下午的配搭 就是早餐吃很多甜的东西 什么 几个小时就已经吃得晚了 其实隔一个小时 吃什么很重要 之前那几个小时吃什么很重要 但是如果不吃早餐 人会不会舒服一点呢 这个就很有趣 因为现代人现在 2022年很多人 2024年之后 他们发觉不吃早餐是舒服一点的 那你会看到就说 那为什么以前说的吃早餐 那么重要呢 原理是因为当你吃早餐 你会下午和晚会 不会折腾那么多日的身体 去拿回同一些脂肪 你不会走去 哇又饿了 那下午就吃更加多 而吃那些就 身体太厉害了 所以以前说的 吃早餐是对的 绝对是对的 因为你会这样 减轻了你的impact 对身体 但是 以前说的吃早餐重要 没有说过吃什么早餐 所以变成大家吃的早餐 很多糖分 很多东西 其实就对身体不好的 那我们如果可以换了 bacon and egg 换了做 pork chop 和egg 已经差很远了 因为猪扒没有那么多脂肪 那你就没有那么大影响 面包 包茶果汁 以前很流行的 Rainey 你有没有吃过 面包茶果汁 一定有 一定有 这个几乎是 最早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读书的时候 学校包了学生的早餐 通常一定会 标配有这些的 或者甚至 这些叫做 condensed milk 塗在包里 也有这样的 但是糖分很高 还有它本身已经是碳水化物了 如果你可以代替包上 上面塗一些叫做牛油果的 Avocado spread 然后塗到包里 那质素就差很远了 所以是说 Quality 进入身体里 早餐只要吃 而且你又不可以太慢的早餐 Quality很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能够提升Quality 那就配搭 Badlou的tradition 说早餐是很重要的 这样就顺利了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要不要去广告 咦? 超博士 哇,现在这么灵感 厉害了 OK,我们去广告 超博士稍后有声 广告之后见 嗯 我是PG&E的Eddie 如果看到电线掉下来 请不要靠近 打911 我们的快速反应人员 会到场处理 警局、消防局和PG&E 都会立即行动 自转以后 確保现场的安全 如果你最近失去 或者即将失去 Medical加州白卡 请立即与CCHP和Balance 联络吧 我们可以帮你申请财务援助 再次获得健康保险 请立即指定 415-869-6812 建ADU到走亚里建筑 设计施工一站式服务 新建加建ADU 设计施工一条龙 设计会图包通过 省钱省市赚很多 电话408-500-0060-408-500-006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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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Cereal就不是很高Thiamine 所以早餐有Thiamine 就会令到细胞充满力量 人都没有很多Anxiety 就是精神紧张 可以叫做顶得顺,反弹力特别大 然后所有神经线想做的事 就是会顺很多 所以这个Thiamine 在猪扒上是很厉害的 不一定每天吃 但是原理在后面很重要 另外就是早餐 我们以前说吃早餐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人一不吃呢 发觉舒服了 是因为quality 那么高糖分的东西 当然不舒服了 因为我们的人其实需要什么呢 经常选择来选择去 就是选择一些很高carbohydrate的东西 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而我们需要选择什么呢 就是需要选择多些 现在很多人说多些protein 他们开始明白了 因为吃了舒服一点 就是多些肉类 会舒服一点 但是 他们都是不舒服 吃得久 而高肉类 记得不要高脂肪 所以腌肉要避免 脂肪高 就对garaline不好 如果是肉类 是低脂肪 低脂肪 就会好些 但都还差第四样东西 很少人说 而那样东西 因为相当难吃 所以很多人就不吃它 那样东西叫做纤维 但是纤维 不一定是要难吃的 纤维在很多东西里面 是可以好吃的 其中一个就是红菜头 红菜头 你试过吃红菜头 那个味道 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高纤维在生果里面 就是木瓜 木瓜吃过 都是不错的 还有在菜里面 高纤维 就是乳衣甘蓝 英文叫kale 又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这些 我们当是早餐 就可以 整个局 都可以转了去 顺利你的身体 顺利你的身体差多远 另外当然还有其他菜 高纤维 Brussels Sprout 就是一些小的椰菜 另外就是Colored Green 又是好像芥菜那类的 番薯 又是很好的 又是很高纤维 所以变成了 还有一样的叫broccoli 也是高纤维 红萝卜也是高纤维 这些通通都可以用来做 早餐的配搭 早餐有些 那么好的菜式 再加了Thire面 在猪扒 那就不同了 如果有一天 吃鸡粥 你又配搭菜类的 又是 就是纤维 当我们的纤维足够 在早餐里 早餐的英文名叫breakfast 通常就是breakfast 但是你分开了两个字 就是breakfast 其实你最低下 最低下 省大眼 吃 无论你几时起床 吃那一餐 是令到你的身体 由不吃了那么多个小时 一再吃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特别重要是 Quality 如果Quality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很高糖分 就会令自己身体不舒服 另外 就是蒸番茄 蒸番茄 其实番茄一热一热 就可以去皮了 很容易就拿出来 然后 你就去核 番茄 早上吃 就会变成有 nycopene的成分 去核和去皮 就 得到一些好东西 这就差很远 所以 菜式 在身体 在第一餐 重要性 重要度 菜式 差不多九成是水分 你一吃很多菜类 你就会水分充满 你个人 定很多 你不会说 水分不够 还有 很多菜类 刚才我说的那几只 都是很高纤维的 高纤维 一个人是需要纤维 才可以 移动 腸 去到那些东西 如果你再加上 可以能够 放一些 益生菌 在身体上 当你有 够多纤维 就更好了 益生菌 最适合 吃 就是早餐 或者是晚饭 早餐晚饭 加到一些益生菌 就差很远 连你晚饭 都可以做一个 咖喱 是有益生菌 里面的 益生菌 我们 周围都看到 只要你 不要高纤维 45度 涉时 去加益生菌 你就已经 能够 踏到目标 外面有得 买益生菌 那你就可以 放在 咖喱汁 里 淋上去之前 就 撒一些 上去上面 就已经可以做到 一个很好 微的 配搭 如果我们要 进去里面 讲 有些什么 现成有益生菌 鱼露也有 鱼露本身 就有益生菌 如果你做了咖喱 有些 绿咖喱 是能够有 椰子奶 加水 自己去磨 加一些 Lemongrass 里面 牛油果油 鱼露 放少少的 阿加肥的糖 进去里面 也可以 然后 泰式的 Basal 它本身 也有益生菌 在上面 泰式Basal 还有 就用这个 叫做 椰菜花 很多菜 其实本身 是有它的益生菌 当你 放在一起 然后放些鸡肉 进去里面 做你的晚饭 就是那些 你吃下去 都感觉到 好的 对身体 很舒服 所以在泰国里面 虽然国家是窮 他们的腸胃 很稳定 很好的 因为他们有 经常都有这个 你看看他吃多少 泰式咖喱 多少椰奶 这些就是 很天然的角度 去令到自己 高纤维 在很多菜里面 这个就是你可以 令到你的身体好 高纤维 和能够 吃回一些益生菌 的身体 好 谢谢赵博士 好 时间 打半 我们稍微去一去广告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一起 健康 大数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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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282 0172 628 282 0172 626 666 6999 626 666 6999 彼桂園功夫茶流周年慶 逢星期一到五 茶市推出 紅燒乳鴿 加任選五 歡點心 持售48 北京片皮額 加任選五 歡點心 都持售68 元 彼桂園在604號 密揚者博士 前年做 電話510 562 2828 優惠指限堂食 每桌限一套 達靈寧 現在推出清明節優惠 預購特選福記及殯儀規劃均可高達25%折扣優惠 優惠分期付款 利息會增 優惠期至4月30號 請打壓最佳時機 百零零警息最佳 是最好的福地選擇 要眉與籌謀福澤子孫 詳情請定 1888 6919026 1888 6919026 在劣質資訊充正網絡的世代 我們堅持理性與客觀 有你的熱心贊助 可保證我們的持續運作 歡迎你成為星電視會員 或者請我們喝杯茶 BuyMeCoffee.com slash Sintel USA 只要你成為會員 即可參與每月一次的會員線上聚會 可提出問題 與兩種同其他時事評論員一起討論 贊助180元即可成為會員 和你星島中文電台深厚針裝飾 及星島限量版紀念PoloShirt一件 贊助100元或以上即可得到一份星島特別訂製的精緻實用小禮品 一杯茶 一世情 BuyMeCoffee.com slash Sintel USA SBB是屬於大家的平台 嘉義片國 精彩門婚 交通燈號 專門城市接受 星期一至五 吉落逍遙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地點三十五分 繼續今天第三節的我們的健康大數據 是 趙博士 我們可以繼續 沒錯 我們現在說到這個 自愛對自己的自愛 我們心情是由第一天接觸什麼的 就在那裡開始 真的在那裡一直直落 無論大家幾個小時起床 你第一次抹大眼睛 最重要是在吃東西前擦一下牙齒 如果不擦牙齒的話 整晚有些人睡覺就抹大嘴唇 抹大嘴唇的時候 嘴唇一乾 菌就來的了 即是厲害很多 口合起來的菌沒那麼厲害 起碼受控制 起碼口水是會有抵抗力的 但如果那些口水不到的話 口也會比較臭 那麼臭是什麼呢 因為那些菌在那裡排他的糞便走出來 所以如果一抹大眼睛 一抹大眼睛不擦牙才吃東西 就是吃了那些菌的糞便到身體裡 直接進入的 挺令人害怕的 即是你剛剛睡前當然會擦牙的 吃完東西當然會擦牙 有什麼理由睡完膠 口臭成這樣 有沒有想過 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沒有放東西在口上 之前已經擦完牙 為什麼起床呢 這個味道一定一定要擦多一次 如果有病的 平時傷風感冒那些 很多鼻水 一天裡面擦五次牙 反而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很大機會 會弄得有什麼叫做Secondary Infection 就是本身是喉嚨痛 但是傷風感冒 誰不知就變成了多樣東西的喉嚨痛 另外的因素會弄得喉嚨痛 那種細菌走了 但是之後有其他東西走進去 或者甚至病毒走了 之後就有個細菌 總而言之 擦牙 擦多一點沒有壞 但是吃早餐之前 就記得 一定要擦牙 撩牙 然後 吃早餐 有些什麼要避忌 千萬不要吃 就是油膩的東西 另外就是 飯是有黃豆類型的東西 因為黃豆會影響你的康復能力 另外就是最新發現 就是橙汁 都要不要喝 因為橙汁喝橙汁 也是會影響康復能力減低的 這些是很有趣的 譬如華人來說 我就叫做中原人 我們一向都沒有喝橙汁 是去到西方才開始接觸橙汁 而我們一向是吃粥 所以粥呢 既然是對身體這麼好 它是消炎的 粥是有消炎功效 我第一次吃粥呢 哇,真是舒服到 不知道為什麼 哇,真是綿綿的 這個 整個人都定下來吃粥 你自己呢? 你自己喜歡吃粥嗎? 我們通常是 譬如說 我對於其他很油膩的食物 雜時間沒有了那種衝動 我會自自然地想起要吃粥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身體告訴我 喂,那些肥膩的東西 那些很肥膩的東西 你這陣子是不對的了 我的身體會自動推 說了一件這樣的訊號給我聽 我接收到之後 我就真的會對其他的食物沒有興趣 因為反而那幾天 真的很喜歡吃粥 嗯,沒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身體 他自己身層代謝之後 或者他運作的期間 他會提醒你 我是這樣的 我是沒有計劃要去吃什麼 但是我自己的身體好像到了那個時候 他自動會帶給我 譬如說 我那幾天可能一直都沒有什麼規律 譬如說 吃飯和睡覺都不是很準時 因為我們以前是做電影的 經常會有一些很混亂的一段時間 那我的身體會自動告訴我 喂 你應該會想做一些清淡一點的 咦,我是認識到這件事 我看到整台的美食 我可能都沒有什麼 很麻煩的 對,都很麻煩的 就是不會很有興致去進食 但是反而那時候我就很想告訴別人 喂,可不可以做一碗豬潤粥給我 可不可以做一碗豬骨粥 菜乾粥給我 我有那一碗已經很滿足了 那件事是我最想要的 我經常是這樣的 是我的身體自己提醒我 你知不知道Rainy 為何我們要說起粥呢 因為剛才說這麼多健康的東西 很多人就會說 飯是碳水化物 我們要避免碳水化物 所以飯也少吃 但是當你一燒到粥那一口 燒不下的 粥是太久歷史 就是如果不舒服 吃碗白粥 加些薑在裡面 完全舒服 為何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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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東西 如果你全部看數學 一加一等於二 你就會看漏了這些東西 吃粥呢 不是數學 亦都不是科學的東西 可以解釋到 是要差不多去到哲學 一些很原學的東西 一加一除一等於二之外 其實裡面還有一樣東西 一加一除一等於二之外 應該還有一等於二 加上一和一之間的關係 沒錯 就是那粥飯 粥和人體之間的關係 很重要 那粥飯當它接觸了水分 它會有少許綿 其他的碳水化物 做不到 當然有些是會在外面做到 但不是一般的做到 即是在世上 如果你拿些東西 是會接觸水 而它會變成有個糊走出來 而這個糊得來很特別的 飯是一個很另類的東西 另外有些纖維 都會做這個功效 就是叫做Cylium Husk Cylium Husk 如果做一個滑蛋蝦仁 滑蛋的炒蕃茄 Cylium Husk是很棒的 放一點下去 開成一個小壺 然後倒進去 蛋和蕃茄 來做成一個蕃茄蛋 去拌飯 是滑得很厲害的 還可以買有機的Cylium Husk Cylium Husk是怎樣串呢? 就是P-S-Y-L-L-I-U-M 明白了這個Cylium Husk的道理 它會吸水 有很多人不懂得吃的 就直接用乾粉 灑在沙律裡 因為它想用高纖維 這樣就大件事 因為這樣就會變秘 甚至吸了身體的水分 因為它本身是會吸水的 飯也是 飯是會吸水的 米粉也是會吸水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 足夠的水分 它就不會吸水 而你放好好的水 去煮粥 哇 很重要 有些人的粥是會用 即是它不會 新鮮煲些飯 或者不太講究 那些飯的質素 我很需要這樣 那些米靚 水靚 煮粥是相差很遠的 而粥呢 真的有些東西 是我們 我們數學 和科學裡面是看不到的 但是歷史裡面 看clinical data 就是粥不貴的東西 但是它既然可以 大家吃了下去 都會非常之舒服 最重要就是 不要混那隻油炸鬼 對啦 不要做那些 你能夠放些protein 例如一些漂亮的雞肉 在粥裡 整個人吃下去都不同 就是帶到我們 一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你知不知道 早餐飲湯 是有很大的數據 對身體好的 這個很多人沒有想過 如果你看粥 粥是很多水分 那究竟飲湯 對身體有多大的幫助 其中一個就是 用防風草的湯 或者另外一個就是 紅菜頭造的湯 蘋果膠 早餐飲 又是這些 這些全部水分高的東西 在這些 水分高的東西 菜類呢 吃完的渣就會高纖維 這是很多很多因素 關於身體 其實睡了這麼久 在床上 醒來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一些熱的 需要喝一些熱的 不是喝冷的東西 所以橙汁呢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它不是熱的 如果你吃蘋果 早餐有另外一樣東西 吃下去 是很高纖維 對身體很好 就是焗了一個蘋果 甚至在鍋裡煮了一個蘋果 煮了一個蘋果 煮了一個蘋果 煮蘋果 不用下油的 少許水煮它 它就變成好像 切了一些蘋果 切了粒 不用太細粒 大大粒也可以的 就好像有蘋果批的感覺 你想想蘋果批多香 就是當你焗了那些蘋果 不用焗到它熟了 不是做蘋果糊 吃蘋果做早餐 吃番茄去皮籠核做早餐 那些纖維這樣進入口裡 是不同的 你說只吃炸纖維 不好味 纖維一定要有水分 而水分也要有溫度 幾樣東西加起來 其實這幾樣東西 就可以讓我知道 就是 為什麼我們吃粥會舒服成這樣 為什麼病的人會吃粥會舒服成這樣 這個是重要的 那就帶到我們變成 一會兒回來 就會說到最後一集 好,我們暫時去一去廣告 待會回來最後一節的 健康大數據 從草成三藩少華浮 北盛街900號分店 半千青倉 所有貨品特價出售 一見不留 歡迎光臨為故 電話415-986-1888 415-986-1888 送大禮 來自封傳信開電 就送Motorola最新智能手機 6.5吋超大螢幕 內存容量128珠 還可以用99元超低價買iPhone 12 你沒聽錯 不用合約iPhone 12只是99元 計劃包括無限5珠高速上網 可以漫遊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 所有月費已經包括稅金 絕對無閘費 千萬別收拾 快點打來 833-789-5678 訂購 太原海鮮酒家為慶祝開業十週年慈慶 特別推出 638超級魚豬鮑魚套渣 魚嫁798一隻 週一至週五 早午晚特價5.99 白色貴妃房 特價龍蝦蟹撈滅 全日堂食供應 原隻北京片皮鴨 27.98 只限週五晚堂食 太原海鮮酒家 備有多款精美和菜選擇 各間獨立VIP房 歡迎預訂Party酒席地址 Dalicity950號 Kindroid 電話650-878-8833 引起報告 卓越牙科沈維信牙醫 再度榮獲2023年Yomi鑽石牙醫大獎 成為全美最傑出的植牙醫生 提供患者卓越保障與承諾 沈醫生有20多年經驗 每月進行100多次植牙手術 所有手術保證由沈醫生親自負責 並引進Yomi植牙機器人 提升手術準確度並減少疼痛 現在單火直牙僅需2500元 卓越牙科在San Bruno 電話650-589-8658-589-8658 星島藝術教室開班 由著名畫家陳萬祥導師任教 陳老師的作品陳獲國際大獎 並且用30多個國家的文字全球發學 為盛傳中國藝術陳老師悉心傳授 讓青少年領悟學畫的技能 培養愛好以及不斷增強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學習期間將會舉辦私生的雜作展 以及參與公益活動 讓學生能夠走向社會對日後升讀大學增添多些技能 國畫班更可以讓學生能夠領悟藝術的修養 享受對美的分堂 從未用過毛骨會手陣陣的學員 不需要擔心有導師獨立的教法 只需上課八次 學生就會容易學會了國畫的要領 並且作畫會得心應有 京島藝術教室名師指導 價格合理 每小時只需50元一堂兩小時 請四年班及成人班 驗證招生 報名熱線 650-808-8888 650-808-8888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時49分 第四節節目還有大概7分鐘的節目時間 繼續聽趙博士跟我們講講營養的竹水 對我們人體的好處 沒錯Rainy 我們7分鐘內要講完湯水這件事 正當我們有自愛 你想想一個早餐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吃得怪了 很容易罵人的 一日之計在於神 沒錯 你想想 放些這麼油煙這麼油膩的東西 難怪整個人都會多了乾火 那究竟有沒有食物 吃了是對乾好呢 是早餐的 這些一講到湯類 就有了紅菜頭 那又會帶到我們想想 哇 在地上有紅蘿蔔會不會呢 又會 還有一件事 英文叫radish r-a-i-d-i-s-h 很重要 因為維他命豐富 水分豐富 因為radish有很多水分 你一想起 我們中原人裏面的蘿蔔糕 就想起 是呀 蘿蔔糕 很濕 是不是 你喜歡吃蘿蔔糕嗎 可以的 做得好那些都算不錯 不過你們說 一早早吃 如果用油炸那種蘿蔔糕 這樣就真的 對 沒錯 硬硬硬是有 不知道哪裏不對勁 對 有少少不對勁 所以我們一向 我都很喜歡很多人在這裏 那些點心的東西 很喜歡的 但是我不喜歡的 就是第一 炭水化蜜糕 味精糕 但是環境我喜歡的 很多人聚在一起 但我喜歡吃一些精的東西出來 點心 如果蒸出來 好似 那種感覺 所以蒸蘿蔔糕 我就不喜歡吃那些粉的 如果它是全部放了粉 那淡淡都是粉 我就不喜歡了 但是如果你是淡淡都有蘿蔔 在裏面 你說多特別呢 所以西方有隻紅色的 粉紅的類型 另外呢 東方那邊 就有韓國和華人那邊的 Chinese Radish 蘿蔔糕那種 這些呢 我喜歡切得大大塊 千萬不要用這個批的東西 批很久 這樣吃下去 沒有了 如果你拿個蘿蔔 那個白蘿蔔的芯 那些蘿蔔 嘩 進我的口裡 不要渣 如果你蒸出來 你是少些粉 很少煎米粉 多些蘿蔔 整個過程 就算你真的喜歡吃煎的 都差很遠 而裡面放些什麼呢 蝦米 放些光耀柱 光耀柱和蝦米 就足夠了 不用放臘腸 那類的 那些的味道 其實是蘿蔔 蘿蔔要切得大條些 讓進口裡吃下去 就能吃到蘿蔔的水分 這個呢 這個在湯裡面 湯水和再研究蘿蔔 哇 蘿蔔也是會對肝好 減低一些肝火 所以這個 這個也是 你想想 食物裡面 我們很少會研究 為什麼我們要減低一些肝火早餐 我們為什麼要令到自己多些纖維 因為飽滿 等你又高calorie又飽滿 然後人的運作 整晚睡覺 那些腸怎樣 那些腸通常沒有休息 但是因為沒有動動 而且我們現在的人類 已經進入了少動動 如果你多動動 就很不正常 少動動就要變成正常 怎樣正常呢 就是要靠那些纖維 所以 剛才一提到的 Cellium hus 你知道在外面買 很多時候去不了廁所 就是會買一些成份 是有Cellium hus 在裡面的 那最後 就是 如果真的很想喝一些冷 少少的東西 就是喝一個腰果奶 但是腰果奶 其實它本身不是冷 因為它已經用焗爐 焗到150度攝氏 焗45分鐘 等它乾了之後 然後 加少少椰子 下去 就是椰子乾 然後 有一個叫做 Nut Milk Processor 這隻東西 是可以令到那些腰果 充滿水分 它差不多是 令到水分 進去它裡面 這個就製造一件 叫做 Nut Milk 而Nut Milk 當你可以放在 剛剛我說的 Cellium hus 裡面 哇 再灑少少Cinnamone 下去 你一喝下去 你會發覺 哇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像豆漿 那樣 但是它不是豆漿 它是 高纖維 那你怎麼定它有糖分呢 就用一些棗 用一些棗 用一些棗 紅棗 蜜棗 這些類型的東西 就可以令到它帶甜 你想想 早餐做這件事 為什麼可以令到它 水分更加多一點呢 有一件事 我就叫它做 XX核 因為它英文就是C-H-I-A 叫Chia Seed 那這些呢 又是像米一樣 吸水分 你最忌憂的就是 醒了之後 全天裡面做事 不足夠水分 卡住了 夠水分的人 就順滩很多了 但是水分 又不要搞到要不停去廁所 要不然做事又不方便 那你怎麼可以令到它不停去廁所呢 就是吃一些東西 它自己會吸住那些水分 你身體的細胞 需要拿的時候 就在那裡拿 但是它又不會這樣排出去呢 就是喝了多少 就去多少出來呢 這樣就很不方便 這個呢 如果你能夠 我儲起了那些腰果 叫做腰果pulp 就是那些渣 你可以來做Pancake 那你的Pancake呢 就不是碳水化合物的Pancake了 也不是帶甜 不是用麵粉的Pancake 現在變成用Nut Pulp做Pancake 一煮兩食 一煮兩食 OK 那我們現在呢 還有大概不夠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再看看短訊平台上 剛才有一位聽眾 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趙博士 他就說 若然早餐的話 老人家起床 用是有料的粥好 還是白粥對一些長者的身體 會更加受用一點 除非有餅 不舒服 就要用白粥去reset一下它 但是基本上 有料的粥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早上 你需要多些protein 需要多些 而且不是每天吃同一樣東西 當你有那個protein 你的身體才下午不會餓 你不會 一餓起來 就什麼都拿來吃 如果 搞好了早餐 你就不用急 還有趕 下午吃什麼 然後這個又吃 你的protein 加碳水化合物 那個平衡點 還有用火來煮過它 或者焗爐焗過它 剛才我說的 Nut Milk 不知道為什麼 就算焗了之後 變成了普通溫度 身體都不同了 你的身體都會覺得 好像很warming 明白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夠了 辛苦你 我們下星期同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趙博士